不知道波兰的孩子就这样吗 一样一样的是吧 现在风小了啊 正好吃饱了 也热了哈 出来逛一步 主要吃饱了呗 对有热量了 又能抗寒了 走就完了 今天不走两万步不再回去 现在多少步了 现在才六千多步 今天没拿走 土耳其餐真多 波兰土耳其人多 要不不能 一会就看着一个这个 可爸爸啥 这马真大 这也是个教堂 天主圣山圣殿 老家 天主教堂 是 圣方提个圣天 到时候天主教 看起来这些老外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点的 面包甜点啥的 都是围着是吧 就到了一个广场 前方这个白色的教堂就是圣亚德伯教堂 是波兰比较古老教堂之一 这边就是中央集市广场 这边就是中央集市广场 这是克拉科夫的旧城区主要的广场 形成于一二五七年 其面积为四万平 是欧洲最大的中市级广场之一 台阶这么高 我对面这座大楼就是纺织会馆 也是一个博物馆 纺织会馆 是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座维域父亲建筑 也是一个博物馆 也是位于这个中央集市广场 也属于是地标的 前方这个比较高的建筑就是圣母圣殿 也是位于这个克拉科夫的老墙里面 是一座哥特的建筑 新建于14世纪 也是天主教教堂 这中央集市广场挺大 我估计前几天是不是有圣诞集市应该在这 不知道波兰的孩子就这样吗 一样一样的 外国的家长外国的孩子也是这样啊 也有连哭在闹的 连喊在叫的 不听话要啥不给买的 前面也有一个巨大的送单树 走吧这边好像就出去了 这里面是黄色回馆 这里面是黄色回馆 进去看一下吧 外面也是卖鸡店品茶的 不是卖新链品的 我还有一条一直放着呢 卖新链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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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着手套什么的 大马车起点 他这为什么这个马都是白色带板点的呢 斑马 斑马是横条的 奇怪了 长见识 拍个照 这就是老外的生活 后面那个 就是老外的孩子 就是那个是吧 对 也都一样是吧 巨大的圣诞树 估计也要撤掉了 看这个圣诞树的形不太好 我们俩在哪儿看的圣诞树形比较好呢 昨天那个我把杀 特别高 巨大的圣诞树 这边教堂人多 一个一个的 你教堂里边有事 有人呢 有月子呢 那婚姻挺差的 旁边酒吧放在那儿 教堂里不可能放那个 受洗 不是刚刚参加教的那个受洗吗 他怎么还受洗 一年一洗 一年一洗 祈福呗 不知道 忠诚又想起来了 现在是整点吧 不应该是 就想着两身 月儿挺亮 那个好像也是一个教堂的一个塔楼 嗯 是 走了 走了我们取车了 我们俩那车占用的人家的位子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拖走 虽然这点免费 对啊 没在用它这个位子 我看的是肯定拉那边的 是吗 是吗 是牌子上面写的 哦 我看那写的是 什么办公的位子 对 嗯 那就是 那就没占其他人的位子 嗯 嗯 晚上看不太清了 前面更黑了 行车的 行都给你画好了 什么指 啊 马上就能取到车了 我们也逛的差不多了 准备回去洗衣睡了 不洗衣也能睡 各位 这个视频你就拍到这了 各位再见